种在甘里的这颗碎莲 已经有明显的生长迹象了 大家看这个叶子都快浮出水面了 然后这两个叶子也已经立起来了 这个小碎莲的花盆终于到了 现在可以种下去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是把它泡在这个水里面 这个状态还不错 长出了一些新叶子出来了 如果你那里的温度比较低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把它泡在水里 然后拿着去晒太阳来激活它 再种会更好一些 现在我就去拿花盆 我的那个小碎莲 它是微型碎莲 它对这个花盆的口径要求是 口径大概15到25厘米 高度的话是10到12厘米左右就可以 我为了让它长得更好 就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 就是这个口径30厘米 高大概15厘米的一个盆 种这个碗莲最好用这个糖泥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田园土或者是山泥来种 我就用这个糖泥来种把它调好 想买这个糖泥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这里大概10包 把它调好 再让它稍微静置一下 静置了一会儿 然后把面上的这种脏东西给它挖掉 现在这个盆底加点底肥 再把这个衣衣加进去 再把这个藕给处理一下 像这一种的话 把梅叶子的给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 然后贴到这里 15度斜角放下去 再加土 土就加这么多了 大概有5厘米高 再给它加清水 这个水就加这么多了 大概一两厘米高 等这个叶子后期往上涨的话 这个水得继续加 这个土后期也得继续加 但是最高不要超过这个容器的1分之1 再把它搬到这个光照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勉强够它的生长和开花